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这么做动作太大了吧 如果这么做的话 市里省里对咱们县的治安情况怎么看 况且咱们刚刚上报的综合治理模范县的指标都泡汤了 我相信县委县政府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上局长 你应该心里清楚 我们常用的几个方法 我们都用过了 哪条路都走不通 那可能时间长就能走通了 那可能错过了抓捕的良好时机呀 我再次请求上局支持我的建议 马上下发悬赏通告 上局 老板 张言在缉拿徐宁的这个方案上是下了很多功夫 动了很多脑筋的 你是局长 你定吧 张言 马上下达 悬赏通告 请求周边市县协助缉拿 加强凝查力度 行 我现在就办点 好 这个人好像见过了 你知道 你知道赶快去报案呢 有刑案员奖金呢 我听说清河县派入所所长 逼他杀死的 这不徐老大吗 小点水 坏了 坏了 先走 灯两下儿 你呢 哥 干嘛飞走小路啊 你没看这儿警察证检查呢吗 那怎么办呀 咱举报了得了 你知道徐宁在哪儿你举报的 不知道 那你举报个屁 快跑 我给大家看一次 最后的他因为呢 准备一个外国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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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家都给入境下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这我范书给你的皮衣 你穿着没多长时间 怎么搞得跟抹布似的 多对不起人家 你看这 这还蹭破了 改天我拿回去给你修修吧 这皮衣破了 还能修 这人的关系要是破了 那就算完呐 嗯 嗯 我让你买个灯泡买个灯泡 天天饭懒 黑灯瞎火的有意思啊 哥哥 你怎么进来呢 就你们俩这小客家能拦着我吗 不对呀 徐哥 现在满的街都是抓你的选长通告 你干嘛不快跑啊 我就是为了快跑才找你们俩的 不是 不是 我们能帮你赏面 兄弟 我没钱了 我之前给你那两万 再拿过来 先给我用用 你先把之前那两万还给你 诶 竹子 你是不是背着我干抽不掉脸事来的 哥 那两万块钱吧 我花了点 然后还买了辆车 我现在就剩几千块钱 你也太不讲究了吧你 这还叫兄弟吗 行行行行 我不管啊 明天晚上必须给我搞到钱 你俩可听好了 我这次要是被捞了 你也跑不了 你是做假证 罪可大了 哥 哥 你别着急 这钱我帮你筹 我帮你筹 我帮你解决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明天我来拿钱 到时候 怎么拿我会告诉你的 听着 听着 你们俩也敢去报警啊 别怪我不客气 走了 哥 慢走 朱子 朱子 今天你要不把这事说清楚了 我就去报警 老张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我怎么老糊涂了 老杨的死 跟嫂子没关系 你怎么能怪嫂子呢 你跟嫂子脑成这样 我是不会同意的 老蓬也不同意 老杨要是地下有知 他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 你不能这么一味的去追究 只要能追究的话 追究该算大强了 要不是大强事件 你应该上去的能道入江吗 老范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一想起老杨我就 老范 全国每年牺牲的警察啊 有四百多人 天天有牺牲 时时有流血 这换回了多少家庭的安眠 换回了多少条鲜活的生命 为了工作 这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也就是你命大 给嫂子好好陪的不是 陪嫂子好好说说话 好好过日子 有日子不过 那是大傻子 派叔叔 你送我爸这鞋老好了 老爸带电架热 我什么血迹里都不害怕 我决定 断 断 杨胖 你要是喜欢的话 上车再给你搞一双 来 二叔 我四十瓦了 这什么脾气都是 之前吧 他找过我 他就让我帮着做假证 你也知道 他叔叔是局长 公安局局长 我舍不起他 那钱我不拿不行 现在他追着我要 怎么着 你借我两万块钱吧 不是 大伟 我有没有钱你不知道 不行 他现在狗急跳墙 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呀 这也是 要不咱把这事儿告诉张叔得了 告诉张叔肯定错不了 不行不行 你告诉他我就得进去了 不会 张叔不是那种人 他不会拿你开刀的 你这时候把徐宁的事儿全告诉他 这叫做戴罪立功 这叫做戴罪立功 我不能坐牢 进去肯定得判刑 不是那你想想 他谢建华 他根本没有强奸 他俩是相好 安敏是自愿的 这时候咱俩得站出来 说句公道话 如果说你这会儿不站出来 谢建华这事儿漏了 咱们再给钱让徐宁逃跑 这可是重罪 你可想好了 张大有人找你 来来来 亲爱亲来来 张警官好 坐坐坐 你还怎么有朋友来找我呀 我们俩现在可崇拜您呢 那你俩还是我粉丝 张警官都知道粉丝 那我怎么不知道 张警官这人吧 仗义 把大强哥接出来去见他老娘 听说为这事儿您还受了处分 我们哥俩心里过意不惧 你俩今天到这儿来见我 不是为了说这个吧 不是不是 我们想跟您反映个情况 什么情况 那 徐宁 昨天夜里来找我们俩了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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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嗯 夜里 徐宁 找我们俩 找你们俩干什么 有钱 两万块钱 那你俩怎么把钱给他 我没他电话 他说明天联系我 好 可以吃我的净汤吗 好 把你汤汤也留下来 行 我把钱准备好 就给你们俩打电话 好 嘿嘿 你俩跟徐宁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管你俩要钱 张大 局长叫你 好好好 你俩在这等着我 我一会就回来好不好 看见没 张警官现在急着抓徐宁 强奸案的事儿你以后再说 你俩打电话 那那那那现在呢 走吧 走走 老张 那个通报下达了对了 几个所都爆来了徐宁的消息 但是 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还是你那条消息 上局啊 对了 现在的心理啊 急于就是逃跑 逃跑就需要钱了 就为了前台的先生 那是吧 那个 抓不方案制定了 嗯 就你我二人知道 嗯 不能扩大到第三人 抓起来 行 放心 走了 晚安 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哎哎哎哎大伟你要是晃悠就上院里晃悠去我睡觉谢谢你啊 今晚十点带着钱在这字念什么叫 垃圾 垃圾处理厂西南角小 垃圾 垃圾 路边等我 他什么时候又来了 是啊 这不是催命鬼吗 咱俩哪弄钱去 喂哎 张警官 那个我正好给您打电话呢 有消息了吗 嗯 是 那个徐宁啊 他又割我这一张薯条 他说今天晚上让我给他送钱去 你在哪呢 我家呢 哦 我请你俩吃饭 哎哎哎 行 张警官再见 张警官说请咱们吃饭了 哎 能让张警官花钱吗 今儿咱跟他挨着 走 老板啊 哎呀 张警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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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真有福气啊 张警官请你吃饭 快点啊 哎 来 来 来 这个面馆你俩经常来吃吧 听老板说 你俩切人面切 哎呀 来来来来来 好好好 你呢 你呢 来 吃吃吃 嗯 嗯 你把那个什么 徐宁给你的纸条我看看 哦 对 行 嗯 这两万块钱我给你们准备好了 啊 等抓到徐宁后 我对你俩有重伤 啊 张叔 你可得保护我们俩 徐宁那小子手太黑了 这时候 这肯定找不了我们 哎呀 放心吧 我会保护你俩 啊 今天上午你俩到处去找我 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完啊 啊 我让你俩等着我 怎么我一回来你俩就没了 那谁 可能有点冤了 谁啊 我说的是谢 谢电话 谢电话怎么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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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知道他得判多少年 谢电话判多少年 那法院说的算 我怎么知道 谢电话跟你们有啥关系啊 没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曹兰 曹兰 你倆熟悉这个地儿吧 那枪是不是你俩偷的 不是 不是 真不是 现在还自己用 那天你俩偷那个摩托车后备箱里边 那个包是想逗哪钱晃 拿回去看 里边有警官证和枪傻了 想留不敢 想扔又怕 后来 你俩看见群务的小广告 就往这个号码上发了信息 把枪送回来 现在你俩敢说这枪不是你俩偷的吗 走 跟我回这里 你刚才说的谢建华和安敏的事都是事实 是 具体事实 那你为什么要做伪证 说谢建华图谋强奸 其实之前徐宁找过我 他给了我两万块钱 让我帮他做伪证 你们知道我 我怕他 我惹不起他 我被逼他 你说徐宁的钱做伪证这件事 大卫知不知道 不知道 你刚才说的一些 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自己要看清楚 好 你说这徐宁 他能来拿钱吗 应该来 你想的 赔钱的跑不远 是不是 你说他 他别从哪出来给咱一刀 放心 不能 张叔叔跟我说了 他派人暗中保护咱 你说不定 树上 对面 马路不定藏哪 徐宁一来 从天而降 放心 你这么一说 就踏实多了 是柱子大尾吧 你谁啊 我认谁不重要 徐宁让我来 把钱给我呀 等等 哎 不对 我再帮你数数吧 数什么 不是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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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别动 放开 徐宁呢 师傅 徐宁没来 你是徐宁什么人 我是 他女朋友 她呢 我是摩托车司机 带走 走 带走 走 阿敏 你要老实交代事情的经过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谢建华是被冤枉的 你不要执迷不悟 阿敏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心里清楚 如果坦白跟进你的情节 受别人逼迫 依法会从行处理 嗯 你不是到卢律师那咨询过吗 她 她是被我冤枉 没有强解我 我有罪 对不起 我对不起谢建华 对不起 是徐宁 徐宁冰手我 让我搞谢建华 徐宁说 我要是不听她的 她就要霸占我的房产 而且 她打死我弟弟 所以我才报答案 你想推翻你自己的正业正词 光凭你这么说说可不行 定谢建华罪 那颗有她对你强暴的照片 还有从她指甲里提取你的皮肤组织 这有DNA鉴定报告作证 这是谢建华和徐宁冰在打斗的时候 我劝假 她不小心划上了我的脖子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划上了她 不是她要强暴 这么说 谢建华 真的没要强暴你对吧 你们看 这是徐宁给我写的字句 上面写着 如果我同意告谢建华 她就跟我离婚 并且净身出户 也保证 不会伤害我弟弟 这是复印件 我告了谢建华之后 袁件就被徐宁抢走 死了 还好我留了个心眼 留了一张复印件 上面有徐宁的签字 和手印 你能说出真相 这很好 不过我们还要落实查证 请你有没有再找我 我搬家了 手机号也坏了 她找不到 以后 你要是有她的消息 就不用打电话 好吧 这是询问笔录 确认无误的话 在上面签字 没ados 真的 我觉得我的人 着手机аг 我送做个开箱 不行 就会把闪也吵着 我就把闪了 膝也吵着 我把その手工苦 柿 马可 不许 啊 我��고 加快 关键 我 将军 安眠交代了 谢建华 很快就会放出 徐宁他是跑不了的 这盘棋 全部 这个正大炮 山底 这个指纹是安眠的 这个笔记鉴定了 这个字句的笔记是徐宁 顶上两人的签字都是他们本人的 看来这个安眠没说假话 他是被徐宁逼迫的 你说的徐宁这假现场的设计水平和反侦察能力 和他本人的身份也不相符 你的意思是幕后有高人指点 这个资金的硬费 你先到了 咱们四个战友 从认识到现在 这一会儿就三十多年 真快 这老杨啊 好日子还在后子呢 孙子没抱上就先走 你咋这么心急呀 都怪我呀 要不你现在活得好好的 我范志欣 没有兄弟 就这么几个战友 老杨先走了 我心里 很不好受 老杨到底为什么原因牺牲 我一定要查清楚 什么原因 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你我心里都清楚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心里清楚 证据呢 证据呢 别忘了你是一名警察 你懂法 说话要有证据 本来就没有老杨的事 是你把他扯进来的 是你把他扯进来的 本来就没有你的事 你也往里面掺和 你们都叫我一声打热 但我没保护好兄弟 只要我这口气散 我一定查出真相 让老杨明目 就你伟大 就你是神探 我手上每年三百多个案子 我都交给你 你都给我一查清楚 你以为我这当局长的容易 咱不是图审了 徐宁的相好吗 他不是也不知道 徐宁在哪吗 他也是拿着一张纸条 去找助手拿钱 我也看了你们审讯安民的记录 说是冤枉了谢建华 那是冤枉吗 我说范局啊 你是不是有点太激动了 从逻辑上看 谢建华强奸安民 他说不通 更不合情理 一 他俩有红碍脸 二 谢建华那天晚上 喝的大醉 根本不能自理 三 这有医院的正规鉴定 谢建华有性功能障碍 这样的人能成为强奸犯 照你的意思 那是徐宁和安民 设的圈套 如果不是 这里边就有更深层的问题了 更深层次的问题 好啊 那你就查吧 我们老杨兄弟啊 你最了解你哥了 我这个人呢 就认死了 只要我看准 天王老子我都怕 不管是谁 谁敢触犯法律 我就抓他 我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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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县公关局正式向你表示歉意 来坐坐坐 我们一定会深刻地检讨我们的工作 对相关责任人绝不姑息 我作为主抓刑警工作的副局长 我也有责任 我向你保证 我们会全力侦办此案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谢建华这可是倒了八倍的霉了 什么倒霉 谢建华这就要好运了 是警察帮着他 是啊 就是现刑警队的张队长可厉害啊 你们不知道张队长就是张不死 那是咱县里的神探 是咱县里的包公 对 局长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一下 上次我为绑架劫持的案件 有下文吗 主犯小飞 已经猝死在翻搜索了 从犯也已经移交给检察院 正在等待法院的判决 对了 你对这个案件能不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我知道你爱人身体不好 家里有困难 我代表上帝长 表示一点心意 这个一定要收下 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 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办 谢谢 谢谢局长 你等我一会 哪里 连连来了 你爸好了吗 我爸好多了 来 坐 有事啊 姥姥 我出生的时候 你在场吗 你出生的时候 我哪在场啊 我爸在场吗 他也不在啊 你咋问这 我听说女儿出生的时候 妈妈都在场 是 是 那张康出生的时候啊 我就守了你妈几天几夜呢 那我出生的时候您在哪啊 我 姥姥 我是不是别人的孩子 不是我妈生的 那怎么可能呢 你就是你妈的孩子呀 我爸是谁 你爸就是你爸 姥姥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到底对我藏着什么秘密 灵灵啊 可别瞎想啊 从小到大呀 你爸妈可没亏待过你 他们为你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累呢 你现在长大成人了 你得报答他们才对呀 姥姥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到底是不是他俩亲生呢 哎呀 灵灵 是不是你爸妈又让你受委屈了 他们是骂你了还是打你了 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事了呢 啊 灵灵 来 灵灵 小伯儿啊 哎 回家洗衣酸酸我就回队 你们就别等我了 好 行 叔叔 客人也回去了 哎 好 行 好 来 好 行 好 来 好 来 好 好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风霜雨雪家长汉 苦辣酸甜无言香 不管妻子苦与泪 不管爹娘饮花香 不顾儿女也有笑 不顾情人在冰糖 啊 我是经常 家当旅馆不当场 啊 我是经常 家当旅馆不当场 啊 我是经常 人的安康 是我永远的牵挂 啊 我是经常 啊 如果繁荣是我最好的报答 是我最好的报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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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